根据毛李娇向警方的描述 当天上午大概九点左右 他骑车经过静安县人手镇大街 看到一个男子骑着摩托车从身边过去 突然从身上掉下了一个皮包 包里露出了一大碟人民币 于是毛李娇飞快地追了上去 我刚刚来捡 哪有其不捡捡的你说是不是了 我捡捡你不犯法是吧 不过毛李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正弯腰捡钱的瞬间 旁边有名男子抢先冲了过来 本来我说我先捡的 他就他这个男子数块钱 还不捡去了 这让毛李娇非常气愤 明明是自己先看到的 都快捡到手了却被人抢了先 不过这时丢钱的人好像已经有所察觉 开始回头寻找 于是捡钱的男子便和毛李娇打起了商量 刚好一个男子又过来了 他扫钱 他说我掉了钱 那个男子他就跟我讲 你不要说我等一下我分给你 这个男子说要不我们就去PMP的地方 去那个旁边的树林去一起去分掉 然后这个女子就同意了 见到捡钱男子愿意分钱给他 一是被金钱迷惑的毛李娇便决定 对丢钱的男子隐瞒真相 随后他坐上了捡钱男子的摩托车 受害人跟那个嫌疑人初次见面的点 是在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 受害人就坐着嫌疑人的一辆摩托车 就来了这个地方 然后嫌疑人就以分赃的名义 带着受害人到那个坡坡 那个坡下面去了 然而毛李娇两人刚刚走进小树林 还没开始分钱 那名丢钱的男子随后就追了过来 并且拦住了他们 那个人就这样一讲 你捡到了我的钱 他问那个人的 他说没有没有 我也说没有什么 就问他你们有没有捡到我的钱 然后他们两个就说没有捡到 而随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他就这样讲 那你都帮我看一下 我帮你2400个人 看一下他就把我的人拿走了 他就开始就抢我的手了 然后他抢了我的手了就跑了